即时新闻传递 投资看点分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疫苗救人 疫苗股套人 机构迄今最大胆的预测 倒指2021年3万点 2023年4万点 首先来看一下时间 那么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 2020年5月19号下午的6点47分 那么今天是周二 首先关注一下在周二盘中运行的指数状况 标股500这边是下跌了1.05% 纳斯达克综合下跌了0.54% 道琼斯下跌1.59% 那么整体的运行状况 虽然是三大指数都在下跌 但是还算是比较平稳的 因为昨天的涨幅是比较大的 所以今天这个部分的回踩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盘面走势 从技术面上也能看到 其实只是一个缩量的回踩 在日线级别上并不需要过多的关心 但是在下方的缺口 看什么时候回补 在这个位置会不会放出较大的量能 这个就是要后边去观察了 但是从今天的盘面走势来讲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走势 并没有太大的波澜 那么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 实际上我们能看到 在鲍威尔 美联署的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的金融委员会做证词的时候 也再次重申了关于美联署在最近 包括未来对于整体的市场的支持力度 还是说要保证比较良好的支持力度 包括有4个大的方向 大家可以去查看相关的新闻了解一下 那么这4个方向实际上也是之前频繁不断的在说的 其实还是以前的工具箱里的那些东西 但是他其中提到在结尾的时候提到了最关键的一句 他说当市场再次恢复正常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些工具收回到工具箱中 所以整理的讲话 在今天的市场盘中运行的时候 尤其是10点的听证会 当时已经是盘中交易了 那么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市场波澜 因为现在的表述和之前的表述是一样的 那么未来什么时候把工具收回工具箱的时候 才是市场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的时候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想和大家聊的是什么 今天更多的可能会聊一些 关于投资思想 包括你从各方面搜集到的信息上 对于信息的分辨上 大家可能想给大家提个醒 大家看到今天的标题上 为什么我说疫苗救人 疫苗股套人 在昨天的节目里边 我和大家讲到了莫德纳公司 就是昨天在盘前的时候宣布说 第一阶段人体疫苗 然后研发成功 然后股价大涨的这家公司 昨天的日线上是涨了19.9%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在日线级别上是下跌了10.41个点 那么昨天我也在盘中的时候 说过它的盘中交易的状况 盘后的时候解释过 在它的整体的小时线上 是看到非常明显的出货迹象 就是在盘前交易 拉得非常的高 然后在盘中开盘之后 有大量的股票被卖出 那么有人在高位去接了盘 那么随着今天股票再次下跌10% 那么这些接盘就被套住了 那么这个市场上其实我们看到 那么莫德纳公司 昨天我也说过 它在盘前发布了 关于疫苗有效的消息 然后在盘后又发了募资的消息 时间点凑的是非常的小 昨天盘后的时候 实际上又有投资者去扒 扒出来说 莫德纳公司的CEO 在高位减持股票 所以整体让我们觉得 这个确实是商业行为 商业考量更多 如果你昨天在高位去接了盘 可能你会现在觉得有点难受 因为现在包括有媒体提出来说 他的昨天的这份报告里边 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太多的数据的支撑 缺乏专业的数据 当然这是媒体的报道 更多的专业机构的 并没有出来说很多 其实像现在的抗疫概念 整体的市场抗疫的相关的股票很多 包括疫苗的研发的这种 第一阶段获得了初步成效的公司 医药公司也有很多 所以像这种 大家可以看一看 如果你从消息面上 没有办法去把握的情况下 在你看技术面的情况下 你是还是比较能明显的看到 在昨天里边的问题的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可忍住了 没有手痒 没有去追这种热点 因为毕竟消息面 它就是一伙的 那么同时再加上 包括配合着昨天消息面的 再融资 十几亿的新的募资 包括说市场上有公开的 有投资者去扒他的资料 说CEO减持 所以它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大家可以心里边 可能自己就有数了 所以我说疫苗 是真正的是救人的 我特别希望有医药公司 能够真正的 通过最终的三阶段测试之后 从疫苗上市 能够尽早的去投放样市场 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 但从现在看起来 很多的渠道都显示说 疫苗最快的话 应该是在年底 那么正常情况下 应该成功投放样市场 至少要到明年才会有 所以这是一个 大的医学的一个概念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如果以后大家再次看到 相关的消息了 也只能做一个短线的一个消息 面去对待和炒作 千万不要非常兴奋的 马上去追高这些 这个医药类的股票 包括我记得 在昨天的我们的评论区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留言说 他的朋友告诉他 他医药类的股票 都是比较悬护的 这些医药类的股票 这些公司通常都会有一些 重大的突破 重大的发现等等 然后股价就会崩得特别快 但是后面就会出现这种反复 股价可能就会有回落的表现 所以这是一个投资的技巧 希望大家在自己 在平常的投资过程中要谨慎 看不懂你最好是别做 最好是别碰它 其实这种股票你去做多 做空都不太合适 它振幅太大了 而且这个消息面 很明显的是一个 怎么说 一个有计划的 非常有计划的一个这种行为 一种商业行为 我只能说是商业行为 那么同时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其实我这个标题里边 还有一句比较惊悚的 或者说是比较恐怖的 就是什么 有机构预测 预测什么 说大盘将倒指 2021年会到3万点 2023年会到4万点的高位 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包括像大摩 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 和以前的 大概在两个星期之前的 整体的口风 有点不一样 最近大家都在频繁的干嘛 畅多 开始转多了 之前还是比较空的 让大家提醒 失业人数比较多 然后经济不太好 然后随着经济的重启 整个的风向 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发生变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至少我是有这个感觉的 所以这是我今天看到的 有一家机构做出的 到迄今为止 最偏离市场 或者说偏离目前市场的 一个预测 我们看看这是谁 这个是Horitage Capital 它的总裁Paul 他在日前表示说 道琼斯的工业平均指数 到2021年将达到3万点 到2023年将达到4万点 因为美国经济将开始 长期复苏 那么这个Horitage Capital 它是一家什么公司呢 它其实也不是一家小公司 也不是一家新公司 它有43年的历史 是一家资管公司 投资公司 或者你可以说 它就是经济公司 也可以 那么它的总裁 在第一季度 给客户的报告里边说 长期看来 与美国经济和消费者 抗衡的会是输家 我坚信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会在2021年达到3万点 到2023年将达到4万点 说美股好比一列火车 一旦克服了关键点位的障碍 就会朝着这列火车前进的方向发展 那么它还说 美国的消费精神不太可能改变 它还指出 历史性的一季度下滑 始于市场基础相当牢固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今年2020年的 这种大崩盘的情况 和2018年 2011年 还有2008年 和2000年都不一样 这是他对于市场做出的预期 给他的客户报告里边说的 就是他的客户报告 因为他的客户 都是他的投资者 就把钱交给他们来管理 所以这个预测 是我目前看到的最大胆的 最超前的 而且我认为可能也是 最无法预计的一个预测 通常我们说 在盘面的时候 看盘的时候 比方说我平常 这样做盘面的分析的时候 那么我会结合着基本面 结合着技术面 去综合去分析和判断 而且通常我在说 一般说行情的时候 我不是说绝对的多 或者绝对的空 因为我说了多空都可以 多空都可以做 取决于你在什么点位 什么时机 用什么样的一个仓位 然后做什么样的周期 来判断你到底是做多 还是做空 对不对 你说你在一个小时里边 你做了空它跌了 然后你获利了 然后你在日线的这个级别上 你做的多 你也获利了 其实多空都一样 所以如果你说 没有谈这个周期 你也没有谈你的仓位 你也没有谈你的 这个入场点位的情况下 谈多空 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所以我在平常的分析中 也并没有说 到底我是看一定 看一定空还是一定多 我只是说 比方说某一个股票 到达某一个价位来 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可以准备想去做空它 因为我觉得它的估值过高了 那么有的股票 比方说像波音 我说到了大概100左右的位置 我会去长线的去持有它 尝试去做多它 对不对 包括你 我说特斯拉 到了800到1000的这个范围之内 我会尝试的再去做空它 这个都是有点位的 有范围的 所以在这个市场里 最近我说 美股的市场不是牛 也不是熊 对吧 牛是熊是都不是 它是猴是 上串下跳 那么在这些里边 怎么去区分 怎么去寻找到 合适的 适合你的投资策略的 这种投资组合这才是重要的 多空都不重要 好吧 比方说昨天我说过 关于市场中 由于小时级别 60分钟级别的 ISI的背离问题 导致的回调 我说看不到时间 对吧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调 但是我是知道 它一定会回调的 那么它今天 市场上大家也看到了 你想像昨天说过的波音 对吧 跌了3.69个点 它就是回调了 它去回调干嘛 它去修复了 一小时的ISI的背离状况 部分修复 那么后面还会不会产生背离 如果后面的亮灯 不持续增长 其他价位继续上行的话 仍旧会背离 预示着它走不远 还会回调 那么这种小级别的 背离的状况 就会逐渐的传导 到更大级别 导致日线级别 甚至季度线 甚至年线 它是一步一步传导的 好吧 所以像在判断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 有一个多空的感觉 一定要是建立在 你的仓位水平 入场点位 包括你的时机 还有你的做的 周期的基础之上 好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看行情的时候 或者大家在讨论 行情的时候 多方说空方不好 空方说多头不好 其实大家谈的东西 可能有时候 不在一个时间维度上 所以都没有错 多空都没有错 在于你什么位置 去做它 那么这个里边 刚才我谈到了 他说的 这个就有时间点 这一家 Heritage Capital的总裁 他说的是2021年到3万点 2023年到4万点 这是给他的客户说的 但是通过这个 我想给大家提醒一个 关于投资的 这种对于机构的言论 机构的言论 你必须要有一个 非常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呢 我这里边 列出来了一个 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看过 叫做华尔街之狼 在华尔街之狼里边 这个股票经纪人 这个经理 曾经跟赖尔纳多 刚入职的时候 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 在他中午示范的时候 对吧 他说 这个经理说 说没有人能够知道 将来的股票涨跌 如果客户赚钱了 想抱着钱 想回家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OK 这个经理说 咱们要想出一个 更好的点子来 让他们把赚来的钱 再次投入到股市 因为我们赚的是 滚烫的现金 佣金 对吧 这是这个经理 说的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股票经纪人 这个行业里边 或者在投资公司 这个行业里边 其实最终的涨和跌 他们有办法去判断吗 这么长时间的 也许不能 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 好的设想 或者有一个 给你营造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增长空间和潜力 让你干嘛呢 让你能够继续在市场里边去投资 只要你有交易 那么你就会有佣金 他们就能收到钱 股票最终的涨跌 其实他们并管不着 他们管不着 或者说他们也不太care 最后的涨跌到底是如何的 当然有业绩的压力 是业绩一说 业绩的压力 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解决 对吧 但是佣金就是现金 交易了就会交现金 就会交管理费 你就会交这个手续费等等 所以当大家在看到这些言论的时候 务必要注意 对于机构的这种 大幅的看多 大幅的看空也好 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好吗 其实今天讲的更多的是 关于投资的理念和心态方面的一些东西 因为今天盘面是比较平稳的 我在开篇就已经讲过了 其实就是和他 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包括我在平常在节目里分析里说的这些东西 也是一样 大家把我这个节目里的一些分析的观点 你拿回去以后 你自己认为 如果对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OK 你可以吸收留下做下笔记 如果你觉得我的观点 可能和你的投资理念非常的不匹配 OK 你可以说那不行 我就不看了 就关掉了 其实这个都没有对错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有对错的 就是什么 就是监听则明 就是你一定要去看更多的东西 研究更多的市场 看更多的数据 学习更多的技巧 学习更多的掌握市场的分析的方法 无论是基本面的方法 消息面的方法 还是估值 对吧 还是说技术面的分析 这些东西独立拿出来 它都不能作为单一的判断市场的工具 而应该是一个综合体 包括听节目 看节目 去吸收别人的观点也是一样 多听多看 没有问题 但是不要全信 对吧 包括我的观点也是一样 因为我也不可能保证 我的观点是百分之百 就是正确或者错误的 也包括我之前前段时间说的 我认为关于Lulu 高端的运动服饰品牌的 那么我对它的估值 我认为在后疫情时代 它的增长潜力会放慢 我认为它的价位会比较的高 我认为我会在某一个特殊的点位 和时间点上 我可能会去做空它 对吧 但是我说出来以后 很多人朋友就说 我今天我就做空了 其实这就是没有完全理解到 我说的这个意思 因为我这里边没有谈具体的策略 具体的用多少仓位 用多少的点位 怎么样在哪个时间段去做 做多长周期 在我每天的节目里 我分析的都更多的是大面的东西 没有分析特别特别细的一些东西 所以大家在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判断 就是哪些才是最终适合你的东西 今天可能理念上的东西说的比较多 因为平常理念的东西说的比较少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觉得特别唠叨 如果觉得唠叨的话 明天我们还是改说更多的细节的东西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 那么欢迎订阅我的节目 打开小铃铛 那么咱们就明天周三的盘后再见 感谢观看